2024年1至2月 该集团所属盐田港区 大铲湾港区 小莫港区 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42.94万飙箱 同比增长21.01% 近日随着佛山南海 深圳盐田组合港航线正式开通 深圳港大湾区组合港 累计达到37条 实现粤港大湾区内地 九市和七个关区全覆盖 今年1至2月 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呈现较大涨幅 亚洲航线 北美航线 进出口集装箱吞吐量涨幅 达到两位数 内贸海运也涨幅明显 今年以来 深圳机场客货运增长势头强劲 尤其春运以来 机场单日航班量 最高超过1300架次 创下历史新高 单日旅客量 即去年最高突破18万人次后 今年又实现了相继突破 19万人次 20万人次大关的两连跳 今年前两月 深圳机场连续开通了 开罗 闸晃 牙庄 三条新国际客运航线 加密了巴塞罗那 吉隆坡等多条原有国际航线 截至目前 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 可通达五大洲38个航点 同时 1至2月 机场货运业务保持稳健增长 其中 空运跨境电商业务量实现倍增 目前深圳机场货运航线通航点 达到59个 接下来连线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长 王国文 王所长您好 深圳海空双港主要数据指标 开年表现良好 这显示了深圳经济产业发展 怎样的活力呢 物流呢 是经济活动的一个晴云表 深圳的这个港口啊 和这个机场的这个吞吐量的这个上升 显示了深圳的经济的这个活力 那么我们说啊 这个航空的这方面的这个增长 代表着这个客运和货运 在这个春节这个期间啊 有了很大程度的一个这个飙升 那么航空的货运呢 更代表着这些高价值的这个货物 啊 这个对全国 对全球的这样一种增长的一种关系 港口实际上是外贸的这个主要的运输方式 特别是我们看到港口的这个集中箱的吞托量啊 有较大幅度的这个增长 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出口的重箱 增长幅度比较大 那说明深圳的这个外贸啊 和这个对外对内的这种经济联系啊 空港海港的这个双港的货量的增长 这个体现出深圳的经济活力 在2024年啊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开局 那么据您分析 这些数据的背后有哪些支撑因素呢 实际上还是深圳和这个深圳 辅迪经济的这样一种增长 那么我们说呢 从这个海运的情况来说 深圳在连续多年都是全球的这个基本港 和这个枢纽港 我们对欧洲美国的这个航线 以及对亚洲非洲南美的航线 应该是有非常高的覆盖度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大湾区的这个组合港啊 也实现了这个基本上全港口的全覆盖 那么应该说呢 在整个洲际的这个航线上 对欧美啊 对这个亚非这方面呢 是出口增长 另外一个方面呢 在整个大湾区的这个方案之内 我们看到这个组合港能够让深圳 发挥更多的这种水水中断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看呢 这方面对整个府地这个支撑呢 府地对深圳港口的这个支撑呢 这是一种双向的这样一个良性互动的一种格局 那么我们再从这个空港的情况来看 我们说航空运输最主要它是一个高附加值 高时效性的这样一种运输方式 那么从货运的角度来说 深圳是全球的跨境电商的这个基地 那么深圳的这个航空运输啊 对支撑跨境电商的这个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从客运的角度来说呢 深圳作为这个区域的枢纽这个港口 在这个春节的这个节日期间呢 接待旅客的这个数量啊 连续破了这个单日客运的这个新高 所以我们说呢 整个海港空港背后发展的这个支撑的这个要素啊 主要是深圳的一些经济的活跃所带来的 目前深圳已经率先成为空港型 港口型商贸服务型 生产服务型为一体的国家物流枢纽城市 要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物流中心 还需要如何断长板不短板呢 四种类型的全覆盖啊 给深圳建设全球影响力的这个物流中心呢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种支撑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呢 啊如何在全球范围之内啊 更加发挥深圳的影响力呢 我们说港口海港这一方面啊 在这个全球竞争中 如何去这个加强啊 如何能够应对啊 这些啊意外的这些风险 包括我们内陆地区的这种联动性 强大强化这个腐地经济的这种影响力 我觉得这方面呢 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这个强化 那么在空港这个方面 我认为我们加大这个客户运 全球航线的这个密度 应该还是这个当务之急 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呢 深圳在最近这一轮公布出台的 新一轮的交通的整体的这个发展中啊 还会让交通经济示范更多的 这个新动能 带动更多的新制生产力的这个发展 让我们深圳的这种外向型啊 高端型的这些产业发展啊 能够跟交通经济更紧密的这个衔接 让交通经济为产业提供更多这个支撑 提供更低的这个成本 和更高的这个效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